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對咖啡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我現在很害怕咖啡因 森巴太多的咖啡因會讓他睡不著 心悸不舒服 但有些人覺得咖啡因可以提得很好 那我們常見的咖啡中 哪一種咖啡因含量是比較多的呢 學長有90秒來告訴你 首先 要先知道 其實影響咖啡因含量的因素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 而是給大家一點基本的方向感 原則上呢 同樣的豆子 萃取時間越長的 咖啡因含量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學長特別強調一點 濃度和咖啡因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例如說 像Espresso 使用18克到20克的咖啡粉 萃取出60cc的咖啡 你喝起來當然感覺會非常濃厚嘛 相比叫手沖咖啡 他使用差不多多的咖啡粉 但是他萃取出250cc的咖啡 濃度當然就會比Espresso清淡很多 但清淡的手沖咖啡的咖啡因卻是比較多的 就是因為在萃取的時間上 Espresso大約是30m 那手沖咖啡用2分多動作萃取 他的咖啡因就會比較多 因此呢 我們在控制咖啡因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 不要光看咖啡的CC數 而是要去思考一下咖啡豆的總量 那麼 咖啡的烘焙度 對於咖啡因的含量有差別嗎 其實淺焙或是深焙的咖啡豆 他的咖啡因含量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咖啡因呢 不太會因為咖啡烘焙的時間長短有顯著的流失 因此淺烘焙和深烘焙的咖啡因含量基本是差不多的 再補充一點 比較有顯著咖啡因含量差異的呢 是阿拉比卡和羅布斯塔這兩個品種 那阿拉比卡的含量呢明顯比較低 而大多處的精品咖啡豆呢 都是採用阿拉比卡豆 那羅布斯塔呢 一般會用在比較低價的商品 或是作為混豆使用 好 以上就是幾個和咖啡因有關的可能性 各位可以參考 那其實各個衝助法之間的差異呢 不是非常的大 只要你的豆子品質不錯 咖啡因導致的不舒服現象呢 其實都不顯著 最可怕的還是購買了一些來路不明的咖啡豆啊 那會讓你睡不著 不舒服也是無可厚非的咖 好 今天190秒就到此為止 各位喜歡的話呢 請按讚或分享 有問題的話 在底下留言哦 各位晚安